大家好,歡迎來到逆之奇玩遊戲圖 我是你們的導遊阿逆,繼續Monthunder Stories 2的攻略 今集會跟大家說一下如何促拆海浴和茅浴 當你完成了主線,解鎖了進階任務,開始打進階的魔物 就會製造他們的武器和防具 而這些武器和防具除了需要魔物的素材 全部都需要海浴或茅浴 但問題是很快就用完 那就馬上來看看可以在哪裏有效都可以拿到海浴和茅浴吧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功率和資訊之外 還有強迫正發作的白金獎妹收集 以及解答觀眾問題的遊戲實驗室環節 記得訂閱和按鈴鐺,一有新影片,立即通知你 海浴和茅浴有幾個不同的入手方法 不過主力都是把他們掘出來 最容易的也是這個方法 又或者派隨行獸探險隊拿回來 雖然不是真的可以拿到很多 但至少每次都有一至兩顆 那我們由隨行獸探險隊開始講起 設好東西派他們出去,我們都可以去拆素材 我們去獸棚,選隨行獸探險隊 主線完成後都會解鎖隨行獸探險隊的進階地區 我平時都會選進階的下口樂島 感覺上這個成果是最好的 那就沒需要選最難的地區去探險 海浴和茅浴都是屬於稀有道具 所以方針就選收集寶藏 會主力收集稀有道具 選到隨行獸之後就可以派他們出去 搞定了被動插法,就到我們自己去掘 不過開始之前我們去祈禱湖 用封收護符和封收祈禱 可以提升得到稀有道具的機率 然後我們就可以去貝魯哥火山腳 這裡有七個掘礦的位置 而且礦與礦之間的距離都不是相差很遠 接著我會展示一次掘礦路線給大家看 好燥 好營 好營 哦 然後打開地圖 再次傳送回貝魯哥火山腳 礦石就會重新出現 我們就可以繼續拆 另外進階巢穴的礦石 都可以拆到可動和矛動 入開去的話就順便掘一下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攻略或者問題想知道的 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